那個朋友 他的阿姨也有 他的媽媽也有 他的姐姐跟他自己 後來去檢測說 他們都有這種基因 乳癌是很確定的 他們覺得乳房比較容易掌握 可是卵巢的部分 他就一直現在在... 因為他還在猶豫是不是 對,他就覺得說 可是他生了孩子了 還沒 然後就覺得說 到底有沒有必要說 去做這種預防的割除 是,像詹醫師你的建議會是什麼 我會建議趕快生小孩 先生的代謝 先生的代謝 先生先贏 對,如果說你知道說 你家裡面有這種的基因 或者說你有的時候 已經有其他的這些長輩 已經發病了 我覺得趕快把小孩子生下來 你這個部分 至少沒有這種遺憾 生了之後再做處理 或者說再來做追蹤 對 像卵巢癌的患者 他如果把整個卵巢 都拿掉的話 他後續的治療要怎麼辦 基本上我想 一般來講 如果是卵巢癌的病患 我們通常卵巢拿掉以後 子宮也通常會一併都拿掉 因為你流的子宮 還是有病變的風險在 而且因為沒有卵巢的刺激 事實上子宮是會萎縮的 你流在那邊反倒不好 所以一般我們會建議 就是子宮卵巢都拿掉 要看嚴重度 如果說是比較嚴重的話 我想通常比較輕微的話 就是預防性抗生素的化療 化療 如果說是比較嚴重 大概就是要打滿三個 幾個療程的化療部分 把全身的 有可能癌症細胞的部分 盡量把它給消滅掉 能拿就拿掉 對 之後的話就是要定期的追蹤 像他整個 整個子宮卵巢都拿掉 他當然就是對於他的身體 反應會有很激烈的不同 可是我碰到的那個朋友 他整個拿掉之後 化療的過程也很不舒服 一直吐 一直吐 然後也掉髮 可是後來他去練功 很勤快的練功 我覺得是有 因為練功也是一種運動 然後加上整個團體 大家師兄師姐 一直鼓勵他 他現在氣色非常的好 人家都看不出來他是癌症病人 所以很多人會去尋求 所謂的這一種 比較另類療法 例如說練氣功 養生 吃什麼養生餐 或者是什麼癌症餐等等 不過我們還是要提醒 觀眾朋友 預防勝於治療 當然我們今天提醒 觀眾朋友的一些 可能一些病徵 或是你是屬於高危險群的朋友 真的是要特別的留意 如果真的不幸罹患了 卵巢癌的話 現在的醫療制度 通常怎麼治療 治癒的機率大概有多少 一般來講卵巢癌 還是要看他發病的時間 我剛剛提到說 如果真的是到比較後期 一般的治癒的效果 大概都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們也常常會呼籲說 像現在有健康檢查 如果可以的話 就每年一定要定期的 做健康檢查 包括說看不到的器官 我們可能都要用超音波的方式 或者說抽血的方式 去做一些追蹤 千萬不要等到後面的人 才來遺憾 一般我們說 發現的時候已經二三期了 通常他的壽命 大概還有多久 一般來講如果說 卵巢癌一般他的癒後 都比較不好 所以我們常常遇到 如果是大概三期四期 大概都是半年內 如果二期的話 事實上 我講如果好好的治療是 有還不錯 五年的平均癒名是還不錯 我們那時候的同業朋友 周怡怡 對 怡怡也是卵巢癌對不對 對 它拖了兩年 兩年嘛 對 可是它就是一直在嘗試 各種治療 可是它那時候很銷售 治療之後 因為它一直想要留住 它的卵巢 因為它還沒生 它還沒生孩子 很想生孩子 對 可是它沒有把卵巢拿掉嗎 沒有 它沒有拿掉 因為它還想用一線生機 來生孩子 所以它用其他的方式 來再治療 OK 好 所以真的卵巢癌 難怪大家說是無聲的殺手 那我們當然要特別注意 我們身體的每一個器官 那今天的健康問診 是我們來看看 觀眾朋友要問的問題是 是彰化35歲的吳小姐 她說她看過一篇 美國癌症研究學會雜誌的報導 說每天喝綠茶 可以使罹患卵巢癌的機率 降低60% 這邊報導我們也要來找一下 真的有這個報導嗎 我想請教醫生 報導的真實性如何 真的可以嗎 如果說想預防這個卵巢癌的話 可以做哪一些的預防呢 那我們從中醫開始好了 問彭醫師 其實這如果說是 美國癌症醫學會的報導 原則上 綠茶抗癌的效果裡面 針對卵巢癌的研究 其實是不多的 以中醫的觀點來看 綠茶它其實可以減脂 然後可以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如果它是因為肥胖相關 引起的癌症 那你把脂肪減少 理論上是有助於可以預防 相關性脂肪相關的癌症 尤其是剛剛講到 女性荷爾蒙的部分 不管是卵巢 或者是子宮頸 或者是乳癌 可能預防都有效果 但是基本上綠茶 可以防卵巢癌這句話 醫生當然是不會這麼說 其實綠茶對身體還是好的 是 所以說每天喝多少 才能達到這個效果 沒有辦法回答這個特殊 沒有辦法回答這個特殊的問題 對 他這個提到以外 我自己也曾經有讀過一篇 是在一個... 有一個醫學院的學生 是好像中三醫學院的 醫學院的學生 他也做了有關於說 每天喝綠茶的研究 是 他整個發現說 相關的有喝茶的這些人 跟沒有喝茶這些人 罹患癌症的比例有比較低 是整體性的來講的話都有 我們也覺得說 學生就有辦法做這樣的研究 也相當的不錯 所以我想相關的這些報導 的確是滿多的 就是說每天有固定喝茶習慣的人 事實上是可以讓我們身體的一些 但是這個茶一定要是綠茶嗎 它其實要說綠茶的效果是比較好 綠茶素 對 可能跟這個都是有相關 是 是這個兒茶素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讓我們身體 其他的這些 譬如說我們的癌症的發生 事實上有幾個步驟 就是說從開始有癌症細胞 然後轉移 免疫力的降低 你可以提升我們自己身體的 免疫能力的時候 也可以讓這個癌症發生的機會 也會降低 所以我想跟這些是有相關性嗎 不同癌症它的發展進程 可能速度不一樣 我們知道說攝護腺癌 它可能進程就發展比較慢 對 像軟症癌是屬於發展很快的嗎 很快 你可能二期到三期到四期的速度 就很快 半年就會這樣子 所以很多人健康檢查完 馬上半年竟然又發現 很快 因為最主要是說 我們身體的器官 如果說它是有一個包膜在 你要突破那個包膜 就是要有一個時間 然後突破這個 好像自己身體自然的屏障 那就要花時間 但是如果說像這卵巢 你知道它每個月排卵的時候 就是出來 就是在腹下裡面 所以它身體的 這個卵巢上面的包膜 事實上是非常的脆弱 所以有不正常的癌症細胞的時候 它事實上就一下就擴散出去了 好 所以我們要給女性朋友 一些心理建設還有信心 其實任何的病症 我們預防還是勝於治療 如果萬一真的碰到的話 就積極去面對 最後兩位醫生還沒有給這個 女性朋友對於卵巢癌 有什麼樣比較正面的建議來 是 我想卵巢癌 或者說我們婦女的所有癌症 都是這樣 希望就是能夠越早期的發現 所以正中自己身體的健康的話 就是說 我想這個定期的健康檢查 規律的生活 這個都是相當的重要的 是 好 對 與其是擔心這個 你沒有辦法預先知道 然後預後又不好的癌症 應該不要每天有什麼不舒服 我就想說自己是不是得了這個癌 這樣子的信心打擊 可能會讓你真的 就是會變成癌症的體質 所以保持樂觀的心情 然後正常的作息是最重要的 就中醫來看 心情跟疾病 有很大的關係 有很大的關聯性 對 因為其實正面能量跟自信心 會讓你的身體 有比較好的抗癌力 所以你那時候就是 正氣比較盛的時候 如果一個人老是處在 就是非常萎靡消極的態度 那它的細胞其實就是 會很容易被這種 外來的癌細胞攻擊的 是 好 觀眾朋友 我們要培養我們的正氣 正氣又被打破血腥 好 非常謝謝三位專家 也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健康好簡單 下次再見囉 拜拜 謝謝